來吧 大家好 我叫徐凡 大家好 我是仙仔 我是仙仔 為什麼叫仙仔 那其實是廣東話的仙仔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我們來到 中和的華新街 你有看到我這真的打算嗎 你是沒有戴褲子嗎 那是 緬甸的裙子 你看我們的後面 在楊光光美食街 華新街又稱叫緬甸街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當初早期 很多緬甸的華僑來到這邊住 就發展成一個生活圈 所以又稱緬甸街 這裡面什麼東西都賣 裡面有賣一些緬甸的傳統美食 零食 還有CD 還有 醬料 蝦醬 我好喜歡吃的蝦醬 什麼都賣 就不賣官司 你知道嗎 我相信觀眾朋友們 已經很期待 我們走進這個緬甸的世界裡面 所以呢今天 有我許帆 跟我 跟我 審宅 好 帶大家 走進這個緬甸世界 Let's go 來 來 來 好多聞這種婚式了耶 書店吧 對啊 看一下是... 佛教 我的媽呀 沒有華語耶 我的...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問一下 這個應該是... 甘馬甲 雜貨店 對不對 甘馬甲賣東南亞的 東南亞的 你們還賣一些書 書是... 有些是故事區 故事區 對 對 主要是新店 好 新店 Ránaithi 賣一張 Ránaithi 貼 นั่ng sử Ránaithi 真正 Ránaithi 正 Ránaithi 貼 produk 就是 Ránaithi 章 Ránaithi 賣 ust Rang N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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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看看 像老闆以前在缅甸是開唱片好 那來到台灣 為什麼不去開唱片好 改做那種雜貨店 那個唱片好的時候就開始沒落 因為很多盜版 所以因為 而且這邊有市場的需求 這邊有很多 主要是因為市場的需求 華僑跟就是缅甸的人會在附近 對 然後泰國人也有 這邊是很多那種外籍的 東南亞 對 東南亞的人 所以其實賣這些東南亞的東西 就是在這邊 就是還不錯 唱片琳瑯滿目 我覺得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邊唱片 哪一個唱片賣得最好 這個歌星會比較多人 他跟某個人很像 陳依郎 對 它是滿有 就有點像 周杰倫 他也是唱 周杰倫 我們在普嬰娃海 當台三個月 有落落下 每一都市場 大一都市場 都市場 每一都市場 都市場 在國安 那些 空一都市場 都市場 最多個年 在市場 來 在平安 我們 我們 在這邊 原來他一直等我們講很久 你知道嗎 阿綿菇拉巴 老闆娘呢 這有點像我們台灣的炸鵝 這個是紅豆 這炸紅豆 鹹的 三角這個呢 三角是裡面包含的 這應該是雞塊 不是 這個是 甜的 鹹的 可以直接來嗎 可以 可以 直接來 直接來嗎 可以 綠豆餅 炸的綠豆餅 對 裡面有放了辣椒 吃起來有點像麵包的口味 它是用豆類做的 綠豆 這是什麼 這個是紅豆 黃豆片 黃豆片 因為是 就直接乾吃嗎 不是 它配在麵裡面吃 乾吃也可以 配在麵裡面吃 魚湯麵 這是緬甸人的吃法 比較傳統的吃法這樣子 還有什麼嗎 好像蝦餅 蝦餅 對啊 我會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要配魚湯麵 因為它吃起來很乾 所以一定要配湯來吃 配湯來吃 對 比較脆脆 就像台灣人吃燒餅油條 那個油條配豆漿下去吃 那口感是一樣 這些都是緬甸的東西 所以緬甸口味 緬甸口味 所以老闆娘是緬甸人 緬甸華僑 緬甸華僑 我們在依存牛尾店 吃飯 對 自然的工廠 其中 什麼 我會不想煮 直接去吃飯 開支 火鍋 從來 雙陽 瀏 賣阿餐拖著攀屁股 就沒有人不太了 北京有阿美甘吃幾隻餐 不說得說 攀屁股 但攀屁股膜 提供了 攀屁股 也有馬克力提供 其實不是化成磨結 它就是有看到那個馬鈴薯 老闆娘說它裡面有加馬鈴薯嗎 對 然後咖哩 豬肉啊 咖哩啊 對 然後這個咖哩是印度咖哩對不對 對 印度咖哩 內媒達ของ拖腸來 ที่瓦貓卡優尼 ของ拖 รูป3 臉 อันนี้ 卡優尼 最多的呢 มัน เป็น อาหาร インディア ค่ะ ที่ 拜 แพร 來 ใน ภา มา รีบ มา เรียน รู้ วิธี 要來教我們包金三角怎麼包 這裡面是有 麻鈴薯 筋肉 洋蔥 洋蔥 咖哩粉 咖哩粉 老闆娘 這是春捲皮啊 還是春捲皮 這個是春捲皮 春捲皮 然後整 整一下嘛 對 不過我覺得滿特別的 為什麼這一家店 會有一個印度的那種料理 就是印度的炸物在裡面 為什麼 對啊 因為為什麼那些都是炸的 緬甸炸 賣也是有很多種 對 我也是學到這些 妳是把這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帶到台灣來 對 對 這樣子 這樣子 他說前面一定要這樣 前面 妳看前面煎的 這邊 前面煎的是不是 對 不是 你的料再前面一點 妳沒有吃 借我量一下 因為我要對一下那個餡 等一下 我料到前面一點 料到前面一點 對 對 你要把的話 你拉的話要這樣子拉過來 這個包還是有滿講究的 對 要有對稱 這樣那個三角形才會出來 對…你看 翻過來 我懂了 你要翻過來包好 我這個翻過來包好 差不多這樣對不對 好 沒有 這邊不能給它 這邊不能開 你要折過來 這樣子 到這邊 好 這衣服比較小件 所以那個拉不過去 然後呢 然後這樣子 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對 要緊緊的嗎 不用… 稍微就好 然後弄一點水 為什麼要沾點水 要沾點水 比較黏 沾這邊上 妳如果沾到澆水可以嗎 不行 不行的 那妳在看妳吃 好 再過來 這樣子 你看 對 比較還好 不錯了 三 spending 三分之一 如果有得來 三分之一 就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三 三分之三 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做得來 三分之一 以來 我會啟不來 雙真 做得來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咦 我說 這些 是 很像 老闆娘 你是老闆娘嗎 是啊 妳好 妳好 早安 不是 老闆娘 老闆娘 你在弄什麼東西 我們蝦醬 我們蝦醬 對 很好吃的蝦醬 每一樣都是蝦醬嗎 對 這是微辣 小辣 中辣 大辣 沒有 都是大辣的 都是大辣 這個是酸美酸 這是酸美的酸 辣椒 酸美的酸 這個是螺腕子的醬 酸酸的 螺什麼 螺腕子 螺腕狗 那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魚露的 魚露的 鹹鹹的 鹹很鹹鹹的 鹹的東西 要不然來試一下 但都是大辣耶 全部都是大辣 好 大辣 那試一點 不會 既然都來都要試一下 你那個中辣是這邊 你試這個 中辣 這個我帶回家試就好了 還有什麼 還有小辣是不是 就是小辣 我們來試這個好 這個 來 好 這個是那個什麼螺 螺腕狗的 螺腕狗的 小辣 來 螺腕狗的蝦醬 螺腕狗的蝦醬 好 小辣 小辣 手抖耶 這有多 怕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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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有沒有礦泉水 沒有礦泉水 很辣 吃這個可以 吃椰子 這個不會辣的 這個很辣 那這個不是配什麼吃的 牙齒嗎 配牙齒 可以吃 這有點像台灣的那種 碎肉叫大茂黑瓜那種 醬瓜 那個叫醬瓜對不對 對 我沒有吃過這樣的蝦醬 但我們都吃那種 比較泰式蝦醬 那這個是有什麼樣的食材嗎 薩毒 加辣 還有 蝦米 蝦米 還有辣椒 我剛剛都是辣椒的種子耶 你看都是辣椒的種子 怎麼樣 辣椒的辣椒呢 有沒有礦泉水 有啊 我已經在冒汗 好辣 有沒有三種都用在不同的地方 沒有 還是都一樣 都一樣一種的 都用在什麼地方 就是配麵的配飯那種 配麵的配飯 還有那個你要配小黃瓜 配小黃瓜 高麗菜、小黃瓜、空心菜 都可以 所以緬甸人就是每一餐 都會有這個蝦醬嗎 對 都一定會有辣有鹹這樣子 緬甸人都喜歡那個 鹹鹹的、酸酸的、大辣的 那我看那個 那個成像那個 這個也是炸物嗎 那個是魚餅 魚餅 沒有好好吃 台灣沒有 那個我們沒有煮 也是要配蝦醬嗎 可以啊 要配哦 可以啊 就是這樣吃嗎 可以吃 配蝦醬 那個是這麼好的啊 魚漿是不是 魚漿 魚漿 就是魚的 你常來這邊來光顧嗎 有啊 但現在我們是買回家對不對 對 熟客啦 熟客 這個我們也是 他每次都來買的 我沒有裡面來的 來三十幾年 你也是來三十幾年 所以像英雞 對 我去土塵 我去土塵 那個水果 是水果 這個水果 是水果 是水果 可以看到的 水果 用水果 水果 可以吃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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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我知道你等我很久了对不对 很久了很久了 对啊 姚妹说是不是有一个招牌叫鱼汤面 对 鱼汤面 哦 有什么食材 这个是鱼汤面 鱼汤面 还有这个炸洋葱要放下去 炸洋葱 对 那汤里面有香蕉酥 香蕉 只有这四样而已 对啊 四样 我觉得那很简单啊 这个是香蕉酥哦 是用来 这不是 这是要干嘛的 用来这样子 不是啦 有点像台湾的那种 檳榔西 檳榔西是这么小的 所以这个是巨型的 这个要怎么弄啊 对啊 很麻烦啊 那个 那个搓一搓 那怎么搓啊 怎么搓 那皮要搓下去 哦 那搓完呢 不是啊 一点都不麻烦啊 对 那个汤里的要放下去 然后汤就放下去 对啊 看起来没有很麻烦啊 很麻烦啊 他说这个 不用很麻烦 他指的麻烦是要 是炖汤下去很麻烦 对 对 因为鱼上面还有鱼 你还要鱼 鱼肉干肉要搬开很麻烦 很费时间啊 对啊 对 有没有很简单的 就是马上可以学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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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要开始做了 这个呢 这个 这个 那一个拿面 好 它的面的量要看自己 对 对 接下来呢 洋葱 青味瓜 一点点 好 还有 小瓜 小黄瓜 一点点 高丽菜丝 然后 馬铃子 那个香菜 香菜 香菜也有 一点点吗 一点点 好 好 这样子 这个粉 虾米粉 那个虾米粉 这个是虾米粉 对 好 这个是 豌豆粉 豌豆粉 这个 对 这样的量够 那个大蒜 大蒜 我最喜欢吃大蒜了 来 这个很面熟 刚刚妹妹那边有在卖这个 这个 一点点 一点点 好 那个鱼露 鱼露是缅甸菜的最重要的角色 对 对 这什么油 腕姜粉 腕姜粉 一半 一半 放下去 好 这是一条不是一条 对 好 好 这个凉拌这样摇一摇 凉拌这样摇一摇 好 好 放下去 拌一拌 要拌一拌 对 所以老板娘刚刚加那些都是免费 退入了几个味料 对 哪一个最特别 那个豌豆粉 虾 红豆粉跟这个 都是直接来的 这个是虾粉 虾粉 那个豌豆 豌豆粉 豌豆粉跟虾粉是最特别的 南康公共凡凡 塞龙筷 然后复杉拌米 几年 就带米烟腌摩 最好吃了 到外面 就是干净 热热热 去北城就向蓝 来点准备一下 了解 你看我刚做的凉面 做到 還有其他道 魚湯面 魚湯面 這個是 涼拌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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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椰子面 來 我先吃這個好了 這是我剛剛做的凉面 對 可是它就是有那種 緬甸的味道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那種 緬甸的那種特别的醬料 醬料 剛剛那個什麼豌豆粉 豌豆粉 而且還有 它表面的那個蝦架 主要是那個蝦架 很厲害的 對 我先吃這個了好不好 我先吃一下 招牌菜嘛 對…你吃一下 那這個 那個就是剛剛 對… 芭蕉 我吃一口喔 想吃嗎 吃 我可以想像那個口感 這有點像那種 台灣的藕花很酸 有點像台灣的那種 夜色的邊線 我覺得我要來吃看看 而且它就是加了那個香菜 對 就是東南會常常加的香菜 所以它整個味道都很香 你要大的這個去吃 我們這樣看其實 其實滿有力的 可是我這樣吃起來不有力 其實滿順口的 我來 我覺得那種一碗麵 最精華就是它的糖果 我覺得要加個香菜 跟它的洋蔥 對 然後要加它的芭蕉 芯啊 對不對 對 那我來囉 很複雜的味道耶 因為它很多醬料在裡面啊 對 對 而且有魚露 就是沒發去之外嘛 對不對 所以老闆娘 你的人生有這麼複雜嗎 還有薑 老闆娘 我剛剛問老闆娘說 你的人生有那麼複雜嗎 他說對 所以老闆娘來台灣多久 20年 20年 然後朋友也是來台灣 30幾年 那老闆娘 不是華僑嗎 是 是 那你來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這個東西嗎 還是 我先做其他的實驗 剛來的時候去上班 剛來的時候去 那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呢 我弟弟這邊有啦 弟弟先過來 對 過來之後他們才過來的這樣 來台灣上班 上班 對 上班 因為緬甸的生活比較苦 沒有什麼工作 所以來台灣 所以最主要的是 因為想要來這邊賺錢 工作 所以才來台灣這邊 是 所以幾乎免電的那種料理 都會做 都會 平常都會在家裡自己做嗎 會 對啊 會 在家裡都吃這些喔 不是 每天吃啦 偶爾想吃的話 我們也會在家裡自己用來 吃 然後可以吃到餐廳 就要吃到餐廳 來吧 都會在家裡 然後吃到家裡 還會在家裡 就會說 他們會有什麼 他們會在家裡 就會直接吃到餐廳 一樣 什麼 我看 冰箱嗎 我們剛剛吃什麼 魚湯麵 這吃完魚湯麵 要來個甜點對不對 下午茶時間 來 老闆娘 這個 這個 都是我不要的 不要 不要那麼挑食 好不好 每一個都吃一下 好不好 沒有啦 我覺得這很特別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們緬甸的招牌 黃金小麥糕 小麥糕 對 我有聽過小米糕 小麥糕是什麼 這個呢 起司蛋糕對不對 這一個是我們緬甸最流行的 國民小點心鬆餅 鬆餅 它的緬甸話叫 對 這一個是綠色的 綠色這個是用香蘭葉做的 鹽奶香蘭鹽餅 台灣人喜歡吃珍珠 但是我們緬甸人做的都是很條狀的 對 好 那我決定 我要這個 小麥糕 還有這個 松餅 還有這個 新豆餅嗎 還有這個 好 謝謝 來 來啦 我可以先吃了嗎 不要管你 麵糕嗎 我們先吃好了 先吃吃看吧 這個嗎 這個是我們緬甸的那個 街邊的那個 國民小點心 叫杯莫 它的口感有點像那種 台灣的發糕 有一點 然後上面就是有那個 椰子絲 人杏仁片 對 其實我們中文也不會叫 我們都是叫杯莫 但是只是用它的那個做法 它是在那個 鍋子上面煎的 所以我們就叫Pancake 還有這個 這個是小麥 這個是我們緬甸的那個 最有名的國民甜點 國民甜點 它是因為我們其實 緬甸沒有什麼漂亮的小點心 像這個黃金小麥糕 它的地位像什麼 台灣的鳳梨酥一樣嗎 這個小麥糕 我們緬甸化叫薛姬 那這個會當成幫手禮對不對 對 應該講說那個 我們這條華星街 對 算是全世界唯一一條緬甸街 你可能在世界各地可以找到 那個China Town很容易 但是你絕對找不到Burmist Town 而且我們這一個地方 可以稱它是 用現代的人叫法 叫做一個聚落嗎 我們這是一個 緬甸華僑的聚落 一個聚落 可是我很好奇 就是 老闆娘你來台灣多久 我算緬甸華僑第三代嗎 第三代嗎 我爺爺奶奶的時候 先到台灣來 那我算在這邊出身的第三代 我們現在是下午茶 那我想問一下 那緬甸有沒有什麼下午茶 我們緬甸沒有特別下午茶 我們緬甸人的生活 從眼睛張開就是先到奶茶店 我們緬甸滿街都是奶茶店 那台灣是滿街都是咖啡店對不對 對啊 我們緬甸沒有咖啡店 對 我們只有奶茶店 喝看看我們的奶茶 這個是冰的 對 這個是熱的 我們的奶茶跟一般台灣的奶茶 是不太一樣的 怎麼說 因為我們的奶茶是用天然的紅茶下去熬煮 它是真正的紅茶 我們剛坐進來有一段時間對不對 發現住在店裡面 外面裡面都是男人 緬甸男人眼睛張開就先去奶茶店報到喝茶 一整天要去奶茶店十幾趟都是很常見 真的喔 對啊 我們緬甸只有男人會到茶店喝茶 女孩子都是在家裡自己弄東西吃啊喝啊 然後在家什麼洗衣燒飯做家事啊 那三姑六婆聊八卦也是左林右舍在家裡 所以你會在我們這一條街上看到都是男人居多 但是因為台灣是比較自由兩性又平衡的國家 所以我們華僑到了台灣也自然會被影響 那在這個地方是因為可以吃到我們緬甸的那個 傳統的一些料理啊 點心啊 所以女生都會很喜歡出來買一堆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才看到你了啊 對 京師傅的оры 我先 sharing 我是來台灣念書的日本人 我曾經回到我媽媽家鄉印尼 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來台灣那麼久了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台灣的服務態度 我是來這邊念書的這個 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學生 那來到台灣 最讓我驚訝的就是什麼呢 我覺得走幾步路 就會有一間便利商店 那是非常難以致敬 和不可思議的 在馬來西亞的話 你要開車吧 就比較方便 可能五到十分鐘的距離 才會有一間便利商店 台灣的店員就是 便利商店的店員是萬能的 就好像 他們還要收錢 收錢還要負責幫你弄咖啡 然後幫你圍包 還要幫你宅幾便 他們工作量是有多高 但是他們心裡可能就那麼少 就合理嘛 來到台灣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進去便利商店 買點東西嘛 我就看到有桌子 然後有椅子 就好像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來到他們的五十欄 然後他們會問說 飲料冰塊 然後我聽不懂 蛤 什麼 不要冰好了 然後他們說 那甜度呢 然後我就放了一個白眼 微湯好了 在日本的話 不管評價高級 他們的護台度是差不多 可是在台灣的話 平價的餐廳的話 他們的服務態度比較隨興 例如說在台灣的話 他們送菜的時候 比較隨興的這樣 換著 然後就走了 然後在日本的話 一定要先講 請問一下 這裡是什麼 才可以換 然後盡量不要有聲音 然後停著 才可以走 我覺得台灣人的情緒就是 一下課去吃蘿蔔 結果那個阿嬤就會說 你下課了 然後有時候你 今天心情不好 他會給你一顆 多加一個乳蛋免費給你 港澳那邊呢 他們不會問你說甜度冰塊 如果你不講 不要求 他們直接就是正常給你 然後 比如說你要魚蛋好了 香腸 他們會幫你夾 夾完然後付錢 然後一句謝謝都沒有 個人覺得 印尼的服務業比較 健全眼看 像有人要生日的時候 不是 台灣就是直接跟服務生講一下 他就端個蛋糕過來 就不用收小費 可是印尼你 一定要收小費 不然他就不會幫你服務 還有去路邊上廁所的時候 譬如說有公共廁所嘛 那邊都要收錢 而且剛去海關的時候 照正常手續走都很慢 但是如果你給海關一點錢的時候 就可以走得很快很順 如果我是客人的話 那本的服務比較有 有被服務的感覺 以顧客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 生活在台灣 比較顧客為上的感覺 還是喜歡台灣的服務態度 那你還要很有禮貌 你還要做這麼多工作 那台灣的服務業 真的是太幸福了 ré哥 好的 weapons compliments 好的 非 非 防疫 我們 完全 薯